岛屿当然,这么欢天喜地的事情怎能藏着耶稣? 张欣宇表示,我觉得应该分享,作为两千万粉丝的福利吧,没能到场庆祝的网友,第一时间拥去摘一点福气。 这门张欣宇的婚礼,保密功夫做得很好,只是也挺相熟的亲朋好友,也解决了媒体的参与,毕竟,这是个人的婚礼,只要新人喜欢,那怎么高兴怎么来? 传出婚室那天以来,张欣宇生活的祝福不计其数,是的,她是最幸福的君嫂与何姐教官,那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 当然,这么欢天喜地的事情怎能藏着耶稣?新娘子张欣宇表示,我觉得应该分享,作为两千万粉丝的福利吧,没能到场庆祝的网友,第一时间拥去摘一点福气。 而张欣宇的好朋友何姐,第一时间转发微博后,何姐,何姐,突然发现,这两个名字竟然同一个发音,何姐的配文是,你美死了,老姐妹看得都快哭了。 事实证明,什么都会过去的,善良的人是会被善待的。 为你高兴,何姐曾在微博曝光,欲前夫的那些事儿,张欣宇第一时间跑去支持,算是铁道家低姐们儿。 在最关键的时刻,张欣宇及吕何姐最及时最难得的温暖,而张欣宇到婚,作为好朋友的何姐当然替她高兴,张欣宇回复,回来给我弄点饭吃,多么温馨的互动,这里行间可见。 而前两天,应服用过量药物的刘雨昕,还在住院观察,她也提到了张欣宇的婚礼,吕何姐的态度大不一样。 她在微博说道,今天看着欣宇婚礼的视频,为她开心也羡慕,我也想有一天能够幸福的牵着真爱我的人的手,有她在我就再也不会害怕。 我的心里住着一个童话的城堡,可现实我只能穿着小丑的外袍刘雨昕自称为小丑,文飘宇从来张欣宇开心也很是羡慕,虽然,不知道刘雨昕与丈夫李蒙,还有张芒之间的事情解决了没有。 但可想而知,她在这段婚姻里,得不到幸福快乐,行闻当中,流露出对爱情的极度渴望,谁都不想,无端的猜想。 但刘雨昕住月真的与人无关,虽然和解刘雨昕的态度各异,但束缚张欣宇的心意却是一样的,行,一定要幸福哦,免责申您,以上所有图片,源自网络,版权归原作者所有,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,请告知,我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。 字幕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